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 大家使用的行为也在发生了改变 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手机的依赖 是越来越重 工作 娱乐 生活 全部都离不开手机 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增长了以后 续航就是最大的挑战之一 有电才有用 没电就是个摆设 手机内部的空间这么宝贵 想要增大电池的体积 还是不太好实现的 不过前段时间 荣耀在发布Matic5系列的时候 就给我们带来新的技术 荣耀通过硅碳附级材料 还真的做到了更高密度的电池 并且命名为荣耀青海湖电池技术 那么看荣耀Matic5 Pro的手机 这个体积并没有特别的夸张 但是里面却塞进了一块 5450mAh的大电池 这在旗舰手机当中 确实还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大容量电池所带来的优势 自然就是长续航了 根据我这些天的使用 确实能够感觉到续航的很耐用 外来5小时续航测试 最终剩余的电量竟然还有66% 还有一半以上来确实非常顶 那我也找了两台手机进行参考对比 一台是iPhone14 Pro 电池容量是3200mAh 5小时续航测试之后 剩余的电量是47% 然后还有一台是华为的Mate50 Pro 电池是4700mAh 5小时续航测试之后 剩余电量是54% 这里也跟大家解读一下 iLab这套5小时续航测试的 标准的一些细节 那这套测试方法 第一版是我在2013年搭建出来的 用高强度的5个小时的续航测试 来去模拟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行为 测试的项目也是调研了 当年大家最常用的一些软件 过了这么多年 我的好兄弟iLab的创始人 已经针对这套测试的标准 进行了多次的迭代 所以测试项目总计依然是5个小时 而且还专门搭建了一个测试的环境 避免不同季节测试之间的一些差别 那么按照这套标准跑下来 剩余电量如果说还在30%左右的话 就能满足大部分人的 一天的使用的一个情况 目前版本的5小时续航测试 总共分为10个小项目 包括有B站视频 短视频 微信读书 微博 相机 游戏 网购 通话 还有听音乐 那么这么看的话 刚开始几个项目 三台手机的电量都是比较坚挺的 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 从第六个项目 相机拍照开始才逐渐拉开差距 iPhone 14 Pro消耗了13个百分点 华为的Mate 50 Pro消耗了10个百分点 而荣耀的Magic 5 Pro只消耗了8个百分点 还有后面的游戏测试 也是荣耀的消耗百分点会更小一些 其实这个也不太意外 因为荣耀的电视容量会更大一些 但是刚才这两个项目 拍照半个小时只消耗了8个百分点 游戏反而只消耗了5个百分点 比拍照更省电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日常生活中 耗电最大的不一定是玩游戏 不过实验室的测试 只是大致模拟一下我们日常的使用场景 既然荣耀还这么坚挺 还剩66%的电 我们就增加难度 来到户外 再进行一次更加严苛的测试 测试的手机还是这三台 在测试开始之前 我们一直在给它充电 保持电量是100% 待会统一8点统一开始测试 并且我们把测试的项目也打得非常细 比如说微信 你是多长时间发一条 发几条 然后发多少秒的语音 还有微博几分钟刷新一次 拍照的话 几分钟拍几张照片 录几分钟视频 包括看直播 看短视频 三台手机 我们待会找三个人一起去开始 然后一起去做同样的操作 这样的话变量是最小的 这三台手机荣耀是刚刚发布的 另外两台手机是发布过一段时间 大家可能会担心电池会有一定的损耗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两台手机都是几乎全新的 那么iPhone X4 Pro也是一个全新的 电池还在100%的一个状态 所以不用担心电池损耗带来的一些差异 好吧 我们尽量控制变量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 好 三二一 开始 好 第一轮微信的一个小时都已经测试完了 我这台荣耀Matic 5 Pro剩下92%的电 然后Mate 50 Pro是91% iPhone掉电比较快 只有81%了 我们下一轮是一个小时的微博 第二个测试项目 微博一小时已经测试完了 荣耀收音于电量是82% 华为收音77% iPhone 14 Pro收音60% 我们继续下一个项目 好 现在我们在玩游戏 这个亮度都是自动的 但是现在三个手机放在一块对比的话 我感觉还是荣耀的亮度会高一些 然后华为这个亮度好像比较低了 其实颜色差别也挺大的 听到没有 这个很绿 都不是最高的亮度 但是显示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会亮一点 好 这一段30分钟的原神已经结束了 荣耀还剩72% 然后华为是多少 66% 然后iPhone是43% 我们现在已经把数值记过来 然后现在刚进游戏就提示有更新包 26MB左右 我们三个都是一样的 也都同步更新 我们现在在户外用5G来更新 你也在更新 还好 这个更新包不是特别大 这一轮王者荣耀30分钟已经结束了 荣耀剩益64% 这个华为剩益58% 这个剩益32% 好 这一段是20分钟的拍照加录像混着来的 测试完了之后呢 目前我这台荣耀还剩于57%的点 你这多少 48% 18% 18%已经见红了 那接下来是10分钟的导航 我们选择步行导航 点开始 123走 还要投一 这是新手机 好 走吧 导航引用时间9分23秒 到10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停 好 时间到了 它是我 回到主页沙后台 结个图 15 我现在54 我现在45 45 你呢 55 15 15 我还记得55呢 15 其实差不多都是消耗了3个百分点左右 对 3百分点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最后几个项目了 都是在看视频和看直播 锁屏吧 我们先锁屏那么一分钟 我们回到那边 继续来看视频 继续来看视频 好 这一轮30分钟短视频已经结束了 我们这边剩余电量是48% 然后华为37% 华为是37% iPhone 8% 下面是30分钟的4K长视频 我们在B站看4K的视频 然后也是用5G 好电量也是挺高的 来 继续吧 好 现在iPhone 14 Pro还剩1%的电 然后我们这一轮测试呢 大概还剩于4分钟不到5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看一看它什么时候关机啊 能不能把这一轮能坚持到 这屏幕亮度突然降下来了 反正应该是快到关机的这个临近点了 好 关机了 离这一轮截止还剩3分40多秒 它就直接坚持不住关机了 然后上面两个继续放 好 看了 好 时间到 好 荣耀这个呢是剩于43% 它这个显示更大一点 然后滑为这个 所以30% 好 最后一轮是30分钟的B站直播 我们统一打开一个直播 让它一直在这播吧 快结束了 还有几秒钟 到了吗 好 我们先截个图 这是荣耀的 剩余36% 全部结束了 然后这个是华为的剩余23% 所以iPhone已经没有电了 那这个结果呢 其实也不意外啊 荣耀剩余电量是最高的 然后iPhone呢 刚才是没有坚持到最后 如果说我们单独看每一项耗电的这个百分比的话呢 其实整体下来啊 也都是荣耀耗电的这个百分比呢 会更小一些 然后其次呢 是华为 然后耗电最高的是苹果 那比如说第一个项目 微信60分钟的话呢 荣耀是耗电8% 华为耗电9% 苹果耗电19% 直接多了10个百分点啊 这个确实比较夸张 然后如果说我们单独看这个每个项目的耗电情况的话呢 其实和YLi5 续航测试呢 这个是差不多的 就是游戏呢 并不是最高耗电量 然后两个游戏加一块的话呢 荣耀是耗18% 华为的耗20% 苹果的耗28% 然后相机呢 我们测的是拍照加录像嘛 然后这个是20分钟 如果说我们再乘以3啊 按照一小时的这个拍照加这个录像 然后对比游戏的话呢 确实比游戏要更高一些 所以拍照才是最耗电的 结果呢 确实没有什么意外 然后荣耀的剩余电量确实是最高的 所以这一次荣耀的这个青海湖的这个技术啊 确实能够带来这个更大容量电池 更大容量电池呢 就能带来更好的这个续航的表现 所以荣耀这一次的技术突破确实有点东西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通过Y-Level的这个严谨的续航测试 再加上我们户外更严苛的测试 所得出来的结论 那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